火车站人好多呀 我们度假去咯 我要去捡水 我要在沙滩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 是漫画书吗 不是咯 我来的是一本关于时间的科幻故事 听起来好有趣 我也要看 好啊 猪猪 小明 你们俩快点了 快快到达海边 我的假期才能越早开始 那是什么声音 那应该是刚刚开通的超级列车 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火车 那我们也能向这 秀的一下就到目的地了 秀秀 我们赶紧去买票吧 抱歉 各位旅客 正值出游高峰期 今天所有的超级列车均会晚点 请大家在一起等待 全部晚点 这要等到啥时候啊 没关系 我们还能坐别的车次呀 我可喜欢坐老火车了 怎么没有别的车次啊 猪猪 你说的老火车是那一样吗 新闻里说了 车站站长要将所有的车都淘汰 只留下超级列车 淘汰 老火车能够运营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旅客滞留了 等时间一到 就把老火车拖去报废中心吧 请进 站长 你好 我是猪猪 你好啊 这位旅客 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请问 为什么要将老火车淘汰呢 其实我也舍不得 但我不得不淘汰他了 老火车的运行速度 早就落后于现在的标准 已经不够快了 可是站长 老火车虽然慢了点 但外面还有那么多的旅客 不用担心 只要超级列车一来 所有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站长 我希望老火车被拖走前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 或许你会有新的想法 那好啊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欢迎来到时间博士的奇妙事件 他是一位热衷于研究时间的专家 在他的实验室里 每天都会发生 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现在是时间博士了 你是新来的实习助理 你的实验室好有科技感 我也要把车站打造成这种风格 这是什么 我能看见里面有幼苗 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 生态模拟系统 成功以后 可以解决很多环境污染问题 好酷啊 这是正在研发中的时间手表 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控制时间 还有香蕉呢 这可是我们的实验道具 今天的实验内容是 加速香蕉的成熟 将原本所需的一周时间 加速到五秒 时间加速实验 第一天零九十九次 现在开始 太神奇了 香蕉这么快就熟透了 恭喜你博士 你终于成功了 不好意思 我又迟到了 这是我的助手 这是新来的实习生 不是 我们赶紧用时间手表来加速这个实验吧 你知道吗 完成这个计划需要二十年 但是现在可以立即完成了 现在还不行 时间手表的功能还不够稳定 我需要去更新数据 你们开始准备 下一次的实验吧 我是说过 手表的功能还不完善 你不懂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 时间果真加快了一周 我还要再加快一点 快停下来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我得去告诉博士 实验成功了 不 我的天哪 对不起博士 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实验能够快点完成 你应该明白 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博士 我错了 我变得这么老 没办法给您当住手了 不是没有机会 时间手表 还有逆转时间的功能 我又变年轻了 不是 谢谢你 时间手表的逆转功能 只能使用一次 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能量 这也是我之前说过需要完善的地方 博士 对不起 我毁了你的发明 虽然代价很大 但希望你能够记得这次教训 以后不能再这么轻率了 助手离开了实验室 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时间博士和实习生 也重新开始了时间手表的研发实验 不知下一次他们会历经怎样的冒险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这本书挺有意思啊 快 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是啊 慢也有慢的优点 就像老火车 现在虽然速度慢了 但它有别的好处呀 就像车窗外那些美丽的风景 需要慢下来才能好好的欣赏 当年我还是列车员的时候 就是驾驶着这辆老火车 那是一顿非常美好的回忆 朱朱 多谢你给我分享的故事 我决定了 留下老火车 好耶 可是老火车现在无法开动 需要修理一下才行 站长 还有十分钟超级列车急交进站了 太好了 列车进站后尽快安排旅客上车 另外老火车不用拖去报废中心了 马上安排人员进行修理 好的站长 朱朱 我们去看看老火车吧 小明 马迪 等老火车修好了 我再出发哦 朱朱 我们都抽这列车 肯定会比你先到的 我们海边集合 朱朱 老火车修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火车驾驶室呢 这个就是老火车的动力装置 当年可风光了 喂 什么 不好 前方路段遭遇雷电天气 电路被雷击切断 超级列车没法开动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啊 站长 我记得老火车的引擎前引力 创造了当年最高纪录 是啊 它的动力很强 还作为货车运营过一段时间 啊哈 我明白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拖动超级列车 可是 不知道能不能拖动呢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你说的对 大块头 冲发 算算时间 穿越过这条隧道 应该差不多就到了 超级列车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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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好爱 嗯 是猪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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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大块头 老火车 加油啊 老火车 你太棒了 怎么到了 我就知道 猪猪一定可以的 天哪 好慢哪 我的假期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 马迪 你快看 怎么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 火车外的风景这么美 我的假期终于开始了 耶 我决定 老火车作为旅游慢行专线 从今天开始 正式开通 太好了 我们的生活总是充实而忙碌 有时也需要放慢脚步 去欣赏美丽的风景 感受当下的美好